南宁买房八个最扎心的真相告诉你 第一个 当下买房最重要的还是要考虑有无交付风险 质量风险 还贷风险 第二个 没有政策刺激 没有楼盘活动 新房的销量很难上涨 第三个 南宁二环内新房越来越少 上车门槛也是越来越高 第四个 如果这辈子你只能买一套房 你又是在郊区上班的话 但你买郊区的话也不错 第五个 到底上车新房还是上车二所房 上车一环还是二环 取决于你手里面有多少银质 第六个 现在的行情适合先卖二所房 再买一所房 二所房低价卖 低价买新房 不要想着你的二所房卖高价 低价却买人家的新房 这是不太现实的 第七个 花高价买学区房有风险 尤其是老婆的二所房 第八个 好地段的优质房源 只会丧着 不会下跌 你记住了吗